今天很高興 終於請到何文匯教授來到我們的節目 我親自可以再一次多謝你 為我們復興新生系列 《細說論語》這個節目提志 何教授 其實我一直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你 《論語》究竟是一部怎樣的書 以及是由什麼人編讚 還有他那個重點是說什麼 《論語》就是孔子和他的弟子的預錄 哪些人編讚似乎就是孔子的弟子和再存弟子 例如曾子的門人 用修詞的手法形容一下 《論語》就是孔子學說的寶庫 是修身齊家治國的寶鑑 簡要一點說《論語》就是一本論人的書 能夠看人、行人的人就是人者 但是人就要用智去調節才是真的人 如果不是一個好人者充滿愛心 很容易受騙 就反為害事 《論語》記載了孔子的學生繁詞 《問人》只若愛人 《問智》只若知人 所以不知人而愛人呢 那就不知了 孔子都說過 好人不好學 其弊也餘 放蕩不羈 所以說到尾都是要學 學就能生智 有智才能夠成為真正的人者 人就最能表現在忠庶之中 所以曾子說 夫子之道忠庶而異議 那下次真的要請何教授跟我們說說忠庶之道 好 何教授上次你跟我們說到曾子華 夫子之道忠庶而異議 今次我想你跟我們再說多一點 究竟忠庶之道是怎樣的呢 人呢就是道德的最高境界 但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人也都是代人之道而已 那忠庶呢 其實就是我們應有的代人之道 我舉個例子 凡慈問人 子若居處公 執事敬 與人忠 須之而敵 不可棄也 這個供敬和忠呢 不論你去到哪裏 都不可以棄而不幸的 那與人忠呢 就是跟人交往要忠誠 另外 子貢就問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若其疏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兩句 在論語出現過兩次 可見孔子對著不同的學生 都是講同樣的書道 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但是如果己所欲呢 最好就是先施於人 所以孔子說 扶人者己欲勒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 我們想立身 想進達 最好就是立他人先 那就合扶人道了 但是做起來一點都不容易 我有時都是 譬如現在我也做了很多集論語 我看到其實那些道理是很好的 真的可以提高到 提升到我們人民的素質 自己個人的收益 但真的說就容易 做就很難 不過我就覺得 怎樣都應該要去嘗試一下 你說是不是何教授 是 何教授 你跟我們說過 人是要靠智去調節 才是真正的人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說多些 人和智之間的關係 好啊 既人且智 就能夠分辨好人壞人君子少人 孔子說 為人者能好人能污人 一個真正的人者 是不會 好似喜歡君子一樣 喜歡小人的 除非那個小人 覺悟 改過 修德 如果不是 人者就會厭惡他 而疏遠他 免受不良影響 那就是 智去調節人的一個說明 孔子又說 不人者 不可以久處約 不可以長處樂 人者安人 智者利人 一個不人的人 窮得耐就為非作大 富得耐就嬌車入日 但是一個人者 就不論在貧或富之中 都安於人道 智者明白人道的美好 就會善用人道 要成為智者 就一定要學 所以孔子說 君子食無求飽 居無求安 敏於事 而慎於言 就有道而正言 可謂好學也已 我們不需要在課堂才學習 我們要每一刻都學習 因為學可以明理 所以好人好智 都要好學才行 真的 無時無刻都要學習 我今天跟何教授 你又學了很多東西 還有我做這個節目 真的學了很多很多東西 我也是 教學相長 請這樣 大家相 zostア懲罪 有文化 不得主持人道 類似的 老難 不得主持人道